我再看一下这个啊挑一些挑一些有价值的难一点东西去讲吧 这个图这个图都比较简单了 我简单来说一下吧这个 这个跟之前的都差不多呀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讲了 就是说咱们可以去设置一个东西 就是比方说咱们整个图上我们看这块是有这条横线 这块是没有这条横线 咱们也可以如果说大家嫌得蛋疼 也可以去set一下这个visible 可以让它是一个true还是一个false 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去设定 以及呢看这里有个bottom有个left有个right 我们可以指定成一个off或者是on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我们要从上面这个图开始看 我们看这里 我们来看这个图 大家观察一下细节 这个图上这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小蠢是吧 如果说大家要强迫这 不喜欢看那个小蠢怎么办呢 之前 之前来说啊就是我们一个我一个同学吧 他在画图的时候 他就非常不愿画这个蠢啊 每次我俩我俩一起协论嘛 画这个蠢他就觉得别人要死 我都画好一个图 他必须要把这个蠢给去掉啊 我也是服了 所以说大家要去掉这个蠢 我也是学了一招啊 咱们有这样一个函数 可以啊咱们指定一个bottom和top以及left right 咱们可以啊看这样一个东西 它的蠢咱们要不要给它去掉啊 这个东西蛮蛋疼的 我不推荐大家去玩这个东西 只是当个笑给大家讲吧 好看这个底下这个图 它就没有这个蠢了是吧 好然后呢这里啊咱们也可以画 哎呀这个这个比较简单 其实呢简单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数据吧 这个数据啊就是说 他这是统计了一个随着年份的增长 这个一个美国啊 他的学不同学科啊 就是上大学不有各种专业吗 上各种专业不同的人啊 他的一个男女男女生的一个比例吧 因为他们加起来是等于等于1的 加起来是等于100的 也就是说绿色一线啊 他是表示男生还是表示女生 我都啊这呢 这条蓝色一线是表示女生 这条绿色一线是表示男生啊 咱们可以画一下不同的一个年份 它的一个统计的规律 因为是比较简单的 我就直接快点过了吧 这个比较简单啊 看一下这里 这里有没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呢啊 这里要说一下这个颜色 说颜色的时候啊 给大家先看这样一个东西吧 这个东西大家能里边数字能看出来吗 如果说这个数字里边你能看出来 那说明你用颜色用的还可以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啊 我看起来就比较 要费劲了 因为之前啊 之前啊 多少年前之前啊 十几年前吧 那时候是高考吧 高考要填个志愿 然后一开始是报个领表 报领表其他都过了 我本来是想报军校的 然后最后的时候被这个卡住了 这个东西给我拿出一个大车子 从头到尾给我一翻 就问我里边是什么动物是什么数字 我竟然一个都没说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反正我是一个色弱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 就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在Metplot当中啊 咱们也可以指定一个RGB三个颜色通道 比方说三个圆组吧 比方说0 107 164 咱们可以载一些比方说一个颜色三元 就是一个RGB通道的网站 有很多这样的网站 我们可以啊自己的选一个颜色 那么这个颜色啊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值 它既是绿又不是绿 既是蓝它又不是蓝 咱们想画这样一种颜色怎么办呢 我也可以指定啊 就是说我先到一些在线的网站 这些网站上啊 太太多太多网站了 去找这个颜色它是 的一个元素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值啊 给它拿出来 用这三个值呢 咱们去画一下当前的一个颜色是什么 直播说呢 那如果说你现在的一个元素是0 107还有164 我想用metaplot给它画出来 比方说它是一个深蓝色 我需要这么做啊 就是说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二物-二物-五 你要先把这样一个元素给它都-这样一个二物 这个俄罗斯 都-这样一个二物 就是说咱们可以得到一个元素啊 注意点我们看这是一个括号吧 它这个元素 但是呢在metaplot当中啊 我们需要写一个-二物啊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metaplot给咱们定义了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没办法 只能按它这样一个要求去做这样一个事儿 好下面呢就是画这样一个图 我们看这里呢我指定一个figure size 然后呢我又去add一些这些子图 这回看好像来说我这个子图 载的位置都不一样 我看起来很不爽啊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我这个子图看起来清晰一些呢 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大家自己指定一个合适的figure size 以及呢合适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你是按照几种并排写 像上面这样 那我很难看清楚一个图和图之间的关系啊 或者说是一个年份呢 或者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一个关系 通常一种好的图是什么样 好的图啊会让你一目了然 可以看到所有的变量之间 所有的特征之间 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差异性 咱们通常啊 是把它放到一个屏幕当中 咱们一眼能看出来 这样是最合适的 这块有个颜色的深浅是吧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参数 我找一找 这里有一个参数 就有一个line-wise嘛 咱们不光可以指定这样一个label 指定一个c x轴 y轴 也可以指定一个line-wise line-wise你指定的越大 它的这个东西它就越粗 指定越小 它就越细的 它就是啊这样一个参数 好那么下面啊下面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些啊都没有太大的难度啊 比方说咱们这里又想添加点东西了 我们想在这块添加一些字 添加一些字怎么办呢 我们先指定出来一个在什么样的位置 比方说在x等于2005 在y等于827的地方 我添加一个值等于man 我们看这块有一个man吧 然后呢我再想在一个位置添加一个woman 也可以添加一个woman 指定这几个字图 咱们可以试制一个循环 在循环当中 咱们指定它的一个index 第0个图 第5个图 或者说用什么样的index 咱们都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事啊 这就是一个metplot画图的一个工具